真的可以一直解击下去嗎? 什麼是千禧狼課程呢? 千禧狼課程英文名叫做Millennials Rule Millennials 千禧一代有很多年齡的界定 有些是81-96年 82-02年 基本上這些二十幾至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我們都叫做千禧一代 千禧一代是我們的將來 他們將會統治這個世界 他們怎樣可以克服到現在看到的困難? 我們經常都會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個就是千禧狼名字的有例 為什麼會有千禧狼課程的構思呢? 話說五年前 我就從當年十五歲的女兒 問她一個問題將來想怎樣 得到的就是一個這樣的回應 I don't care 這句說話其實都有很多年青人都經常掛在嘴邊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家長都會聽過這句說話 到底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爸爸 聽到這句說話之後 可以做的就是幫他們提早計劃 除了接受高等教育之外 都希望幫助到他們了解一下社會 怎樣可以在一個困境裡生存 大家都會相信知道現在的年輕人生活非常不容易 跟我們二十幾年前比較 基本上那個時候如果肯做 不難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三年就轉工升職加薪 基本上非常慣常的現象 時而世易現在變成互聯網的時代 蓄積文化的膨脹 令人的耐性都少了 本來以前我們十年要做師升職的職位 現在可能年輕人覺得兩三年都已經覺得太久了 變成在職場上會發生很多年長的人 和年輕人很大的熊溝 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作為爸爸就準備了一種所謂求生意識給女兒 教導一下她將來怎樣面對挑戰 再加入一些投資理財的 或者相關的DIY知識 讓她裝備好自己 最近其實都有和一些準備進入 投行工作朋友的子女 分享相關經驗 亦都令到意識到 有很多新一代的年輕人 都很有興趣學習這些知識 我亦都很希望可以把這套求生的知識 傳授給一些對前途覺得有移民的年輕人 或者一些像我一樣 擔心子女前途的家長來分享 天稀浪課程的內容 我會用五個英文字母去歸納 就是power 包括要知道過去和現在 從而我們估計到將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也要非常重要 要了解科技對生活可能的改變 以及要知道為何要改變對生活的態度 學了上面的東西之後 可以建立一個求生計劃 以及即場計劃的安排會 都會有討論 最後就是關注到我們退休和財富管理的計劃 從而保持將來 整個課程的終極目標 就是希望年輕人可以在金融風暴中爭存 在復甦的時候更快可以把握到周圍的機會 20年前的時候 我看到八達通面世已經估計到 坐在停車場門口收錢的看間會失業 現在在麥當勞 你看到可以落單的Apps 甚至在外面的自助 落單的機器 你就會知道人將會漸漸被取代 想知道將來會如何 我有些知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可以啟發到你們可以開拓將來的路 如果大家有興趣報讀千禧浪課程 請你們按下面的視頻簡介裡面的連結 就會有更多資料參考 有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在頻道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答覆 還要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